台南一名17岁单亲的流行少年 今年5月份在高雄林雅监理站 架设太阳板 不慎从三公尺高的旁顶坠落不幸丧命 少年的妈妈控诉儿子工作期间 都没有防护装备 甚至没有劳保 更令人心寒的是包商串供否认雇用 自行举证提供派钩会心等对话截图 却被劳工局驳回 说这只是主观益策 如今提出告诉希望能够讨回公道 提供律人各地也开始进行绿化工程 只是这过程似乎有漏洞闹出人命 身穿黄色工作服协助装设太阳板 站到棚顶上才年仅17岁的流行少年 疑似因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当场发生憾事 这么大的事邻居也有说耳闻 更何况是少年母亲 更是无法接受出名控诉 掉下去的时候 没有配戴一些配套措施 比如说安全帽安全索 难道做政府的施工单位 就这么潦草吗 气的之一 17岁的儿子 今年5月17号前往高雄陵雅 尖礼镇进行架设太阳板工程 就在侧栏管路尺寸时 疑似重心不稳 从大约3公尺高度坠落 宋医发现炉内出血 辗转住进家户病房 没想到两周后还是宣告死亡 后来老板不必不见面 然后说好的要处理面对了 怎么都没有 抨击包商串供否认雇用 只好自己找证据 包括派公会心等对话截图 也跟高雄劳工局提起夙愿 但得到结果 却让少年母亲也心灰意冷 而资本的体也不家用 却疑似因为公安说失天人有隔 面对种种质疑 劳工局同样也出面声明 再次检视全案资料 以及家属所提供的文件 但仍查无明确的市政 可认双方具有雇佣关系 尽管没有相关防护措施 也已经开罚12万元罚还 但要家属怎能接受 目前也已经提告 要的就是一个公道 接着谈高雄这么大